在本视频中,我们将向大家逐步介绍如何开始使用我们的产品,并获得持有Split硬币的首次奖励。 第一步,创建Smart Wallet钱包。 在开始工作前,您需要在Smart Wallet软件中创建一个钱包。 首先请下载Smart Wallet应用软件,如果您的手机是苹果手机,请到App Store下载。 如果您的手机是安卓手机,就请到Google Play应用商店下载。 打开软件,勾选方框确认同意使用条款。 然后点击Create Wallet按钮。 这就完成了,您的钱包已经创建。 现在您要做的是保存您的记忆短语,以便在必要的时候恢复您的钱包。 请点击主屏幕上的Backup Needed短语。 这时将打开一个新的窗口,上面显示着12个单词。 您需要按住这些单词下方的Press and Hold to See Phrase按钮来查看这些单词。 请您在此阶段格外小心认真。 因为这些单词是您资金安全的关键。 我们建议您将它们腾抄到纸上。 不要将这些记忆短语存储在电子设备上或与他人进行共享。 要继续使用钱包软件,请按正确的顺序输入这些单词来确认您的记忆短语。 如果您的操作正确无误,系统将显示一条注客信息。 第二步,激活钱包。 在使用钱包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之前,您需要将它激活。 向您的钱包中转入一个Smart硬币就可以激活钱包。 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来获得Smart硬币。 让其他人向您发送硬币。 通过兑换功能得到硬币。 在交易所购买并发送到自己的钱包中。 第三步,钱包充值。 创建钱包以后,为了继续支付产品的费用,您需要用Ultima硬币进行充值。 您需要有一个交易所的账户。 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您可以找到有关如何使用Conspeed交易所的详细说明。 在那里,您可以安全地购买硬币。 视频的链接我们将放在这条视频的简介里。 接下来,您需要将购买的Ultima硬币转入您的Smart Wallet钱包中。 请打开Smart Wallet钱包,并点击Ultima卡。 您将看到您钱包的地址。 点击复制图标即可将其复制。 登陆Conspeed交易所。 在菜单中选择Wallet、Balance。 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Withdraw。 在搜索栏中输入硬币的名称Ultima。 现在,在右侧输入您复制的钱包和需要发送的Ultima硬币的数量。 确认发送。 之后,系统会向您在交易所注册时指定的电子邮箱地址发送一个确认代码。 输入该验证码来确认发送硬币。 然后等待交易的处理。 交易处理完毕,您的钱包就会收到您的硬币。 请注意,如果您要从钱包进行Ultima硬币的交易, 您的预额中必须有Smart硬币。 第四步,注册DeFiU网站,购买并激活Split许可证。 点击您的邀请人向您发送的链接来进入DeFiU网站。 在右上角的窗口中,您会看到一个SignUp按钮。 点击它。 SmartPass注册窗口将打开。 您可以在这里进行注册。 请填写所有的必要字段。 电子邮箱、密码、密码确认、名、姓、还有您常驻的国家。 填写完毕后,您还需要同意使用条款。 请仔细阅读,并勾选屏幕右侧的三个方框,以同意使用条款。 请注意使用条款上方显示的代理人的姓名。 如果该姓名与邀请您的人的姓名不符,就请向他索要最新的推荐链接。 注册时请提供有效的并可以访问的电子邮件地址。 我们还建议您将密码写在纸上,并妥善保存,以免丢失账户造成资金的损失。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Send Up按钮。 如果您的操作正确无误,您会在屏幕上看到注册成功的信息,然后您需要确认您的电子邮件地址。 要确认电子邮件,请进入注册时指定的电子邮箱。 查找来自Smart Team的电子邮件。 如果在收件箱中没有,就请检查垃圾邮件文件夹。 然后点击电子邮件中的Confirm Email按钮。 好,您已经成功在Smart Pass中完成了注册。 接下来您可以点击GoToDeFiU来回到DeFiU网站,并点击Send In来登录。 操作版将打开。 根据要进入的奖金池,选择Split或者Unity Split。 在本视频中,我们将购买VIP奖金池的许可证,所以我们选择Split部分。 将页面向下滑动。 在Split Licenses部分中,您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许可证列表。 请选择一个合适的许可证,并点击Purchase购买按钮。 这时将打开一个选择支付方式的窗口。 请选择Ultima。 选中复选框同意使用条款,然后单击Purchase购买按钮。 在新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Ultima硬币的金额以及需要转账的地址。 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以便用户使用手机进行交易。 将所需的金额发送到指定的钱包,以完成交易。 请注意,发送的金额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一致。 等待交易成功的通知。 接下来需要激活许可证。 请进入My Licenses部分,查找已购买的许可证,并点击Activate按钮。 如果您要查看激活的历史记录,请点击Activation History选项卡。 如果您要使用Win硬币进行支付,请在选择付款方式时选择Win硬币,并按照屏幕上的说明进行操作。 如果您要购买Unity Split的许可证,请在操作版右上角的推荐链接下方,选择Unity Split。 将页面向下滑动,您将在Unity Split Licenses部分中看到可供购买的许可证的列表。 请注意,如果当前有促销活动,您将在第一个标签页看到此次活动所提供的许可证。 购买促销许可证的流程与本视频前面所提到的购买流程大致相同。 第五步,签订Split合约。 购买Split许可证后的下一步是购买Split合约。 请选择您所需要的栏目,Split或者是Unity Split。 将页面向下滑动,您就可以看到可供购买的产品列表。 要购买Split合约,请点击Split Contracts按钮。 选择一个合适的合约,并点击Purchase购买按钮。 然后将打开付款方式的选择窗口。 请选择Ultima。 选中复选框,同意使用条款,然后点击Purchase购买按钮。 在新打开的窗口中将显示需要支付的Ultima硬币的金额,以及需要转账的地址。 该地址还以二维码的形式提供,以便用户使用手机进行交易。 请将所需的金额发送到指定的钱包地址进行付款。 请注意,发送的金额一定要与屏幕上显示的金额一致。 然后等待付款成功的通知。 成功了,你已经成功购买了Split合约。 付款后,您会看到操作版上的Split License Usage部件上的数值发生了变化。 第六步,提取Split硬币。 用户购买Split合约后,区块链将开始生产Split硬币。 要参与分红,您需要将这些硬币提取到您的Smart Wallet钱包中。 请注意,要提取硬币,您的账户必须已经启动双因素身份验证。 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有关于双因素身份验证开启的视频。 视频的链接我们会放到本条视频的简介中。 那么接下来,要提取Split硬币,首先在DeFiU网站上打开操作版。 在左上角,您将看到有Payout按钮的可用Split余额。 点击此按钮。 将打开一个窗口,您需要在其中粘贴您的Split钱包地址。 您可以在Smart Wallet钱包中复制地址。 粘贴复制的地址,指定所需提取的Split硬币的数量, 然后点击Transfer按钮。 在新打开的窗口中,您需要输入您的双因素身份验证码。 打开Google Authenticator应用软件查看验证码, 然后在先用的字段中输入有效的验证码。 如果您的操作准确无误,您将会看到一条消息显示已创建硬币提取的请求。 硬币很快就会发送到您指定的钱包中。 请别忘记激活钱包以便使用Split硬币进行交易。 向您的钱包中转入一个Smart硬币即可激活您的钱包。 在Payout History部分中,您可以查看所有的支出历史记录。 第七步,接收Altima奖励。 接下来是最让人激动的部分,获得终身的分红奖励。 Split硬币存入Smart Wallet余额中24小时后,您就可以申请第一笔奖励了。 在使用Split之前,您首先需要确认您的Smart Wallet应用程序是最新版本的。 如果不是,您就需要对它进行更新。 进入应用商店,在搜索栏中输入Smart Wallet,然后点击更新按钮。 要顺利完成分红,我们建议您提前准备足够数量的Smart硬币。 因为我们还需要用Smart硬币执行Split合约。 那么接下来确保您的软件是最新版本的并且余额中有足够的Smart硬币。 打开钱包,点击Split。 之后屏幕上将显示您的余额和所有的历史交易记录。 要参与分红活动,请点击您余额正下方的Splitting按钮。 如果您账户的Smart硬币的数量不够,系统将会要求您充值。 如果余额中有足够数量的硬币,就会打开一个窗口显示当前分红状态的信息。 接下来进入MySplits部分。 请注意,在每个Split硬币准备好分红并变率之前,请勿按下Claim Reward按钮。 在所有硬币准备好的情况下,点击屏幕左上角的箭头返回Splitting部分。 然后点击Claim Reward按钮,向区块链发送申请奖励的请求。 接下来会打开一个确认窗口。 请注意有关Smart硬币手续费的警告。 手续费最高可达到100Smart硬币。 如果您的Smart硬币的数量不够,区块链可能会因为执行合约的能量不足而无法满足您的奖励请求。 因此我们建议您多存储一些Smart硬币。 那么接下来,请确保您的钱包中有足够数量的Smart硬币。 选中确认您同意产品使用条款的复选框。 然后点击Conform按钮。 完成了,您已经成功申请奖励。 现在您要做的就是点击OK按钮。 Ultima硬币的窗口将会打开。 那里将显示您可以收到的奖励额。 如果您还有任何疑问,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我们将为您提供您需要的帮助。